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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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4.3的記憶力測度 記憶力測度 那記憶力測度 什麼叫測度呢 就是計算 計算它的這個記憶力大小 我們來測量 這個記憶力大小 那這個單元主要在探討 一個事件呢 它發生的記憶力大概有多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些符號的表示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表示一個事件發生的記憶力 我們用PA來表示 PA 這個A就代表一個事件 你樣門空間裡面的一個子集合 他代表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所發生的記憶 這個P呢 Probability 它英文字的這個第一個開頭字母P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函數的概念 各位以前你唸維基文的時候 或是之前唸的數學函數 它是FS嘛 其實就是這種概念 用這個概念 我這個事件呢 發生的記憶是多少 所以這裡的P呢 它基本上是有兩個角色 它本身基本上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函數來看 那只是說現在這個函數 我們強調就是一個紀憶力的大小 這個事件發生的紀憶是多少 那這個事件發生的紀憶呢 會借0跟1之間 也就是說 等於0的話就表示它絕對不會發生 等於1的話就表示說它必然發生 那一般來講我們算出來的值一定是在0跟1之間 那這個0跟1之間 是我們去把它定義的 有人說我可不可以設2啊 全部是2也可以喔 如果大家今天講說 我們一致把這個紀憶的全部核是2 可以喔 只是至少麻煩了 那1總是比較好算嘛 所以我們就說 你全部必然發生的紀憶就是1 樣本空間 假如現在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樣本空間 那它這個事件必然發生嘛 那因為你認了一個事件的發生 一定是在樣本空間裡面嘛 所以1是必然發生 0就是怎樣 一定不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求出來的事件 一定借0跟1之間 那我要特別叮嚀喔 我們後面會有很多計算 後面會有很多計算 那計算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協助人給我的答案就是 是負的或1點多 那一定是你算錯 所以你算出來答案是負的或1點多 甚至算到2點多的 那鐵定是你的答案錯誤 你的答案算出來一定是在0跟1之間 一個事件的紀律 必然是這樣 所以這邊我特別叮嚀一下 各位看一下 第四章的第五頁 定義4.31 這邊有描述 有描述 你可以把它畫起來 我們剛才講的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去探討 課門裡面裡面講的所謂的排列組合 那排列組合基本上 它要先掌握出整個樣本空間 它才有辦法去算一個事件的紀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定義4.3 請各位畫起來 計算事件發生的紀律 可先計算出這個事件所包含 每個樣本點發生的紀律 你可以先去算說 每個樣本點發生的紀律是多少 那你這個事件呢 看你這個事件裡面有幾個樣本點 再把每個樣本點的紀律加起來 那就是這個事件發生的紀律 我們這個定義的描述就是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個題目 我投資一個公平的硬幣兩次 請你計算出 剛好出現正面一次的紀律 剛好出現一次正面的紀律 那你投這一個公平的硬幣兩次 會有幾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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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我們在表示這個硬幣的時候 我們中國是習慣正面反面 我們在表示的習慣是用正面反面 但是這一個英文的表示都是用H跟T 他們用H跟T H代表什麼 各位你把這個銅板拿出來 銅板拿出來是不是有一個 會有一個什麼 頭嗎 那個頭就head 這個head呢 其實就相當於我們的正面的意思 那既然有頭 就會有尾巴嘛 tear tear tear代表尾巴 所以如果說各位你去看這個課本的符號 他們會用ht來表示 或是你去看原文書 他說用的就是ht 但是我們習慣都是用正面反面 用正面反面來表示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一個反面 他代表的就是一個反面 正面反面 所以你說你丟兩個公正的骰子 丟兩個公正的銅板 你的樣本空間應該多少 會有幾種 丟兩個嘛 那每一個有正反有兩個情形 所以會有幾種 2乘以2多少 4種 所以我們怎麼表示呢 我們這樣表示 H H H代表兩個都是正面嘛 你可以ht 你丟兩個公正的銅板 你就會出現那四個 正面正面 正面反面反面正面 正面反面反面 那這個代表呢 就是兩個 兩個正面 兩個正面嘛 所以這句話代表的就是一個正面 所以你講一個正面 是指這兩件事情 那你如果講兩個反面 就是指這件事情 就等於0 所以他為什麼寫0 他是問你正面的個數 這沒有正面啊 所以我們在講樣本空間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這種符號來表示 那我可以把它包裝成 另外一種方式來描述 你有幾個正面 當然我也可以談你有幾個反面 我如果現在問你出現幾個反面 那這就是兩個反面 這個就是一個反面 這個就是沒有反面 就倒過來 那現在題目問你 有幾個正面 問你幾個正面 就是沒有正面 一個正面兩個正面嘛 所以這一個樣本點 它所表示的就是兩個正面 那一個正面呢 是表示這兩個 你講一個正面就是指這一個 這都有一個正面嘛 沒有正面就是指這一個 好 那什麼叫公正的銅板 公正的銅板就表示什麼 正面跟反面出現的記憶 都是二分之一 那換句話說你丟了兩次的話 這裡有四個 每一個記憶都是四分之一 這叫公正 那今天如果是不公正 那這裡就不曉得了 那就會另外一計算了 它就不是四分之一了 這裡有四個 每一個都是四分之一 所以全部是一嘛 全部核是一嘛 全部核是一 所以你丟兩個公正的這一個硬幣 你會出現四種情形 那每一個都是四分之一 所以各門各門講吧 每一個都是四分之一 那你今天問我 出現一次正面 恰好出現一次正面 所謂的恰好出現一次正面 就指這件事情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裡面有幾個樣本點 有兩個樣本點 所以記憶是多少 四分之一乘以二嘛 兩個嘛 二分之一 所以你如果令這一個 A 這個A 我們這邊就不寫了 A表是恰好出現一個正面 你講的A 就在指這件事情 你講的A 就在指這件事情 好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所以答案等於多少 答案等於四分之二 答案等於四分之二 答案就等於四分之二 沒有問題 好 這個題目就是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事件 一個事件發生的紀律 到底由幾種方式來計算 來請各位看第四章的第二頁 我們這邊談到三個 一個叫古典紀律 一個叫客觀紀律 所謂的客觀紀律 就是相對次數的紀律 然後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主觀的紀律 那就我們比較合理來講 就以前面兩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古典紀律 什麼叫古典紀律 classical probability 各位 那你使用這個古典紀律呢 它要有兩個條件 請你畫起來 課本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這個實驗的樣本空間必須是有限的 我們把它討論在這個有限的範圍裡面 第二個 這個實驗的每個樣本 發生的紀律是相等的 是相等的 像剛才這個題目 就可以把它歸類在古典紀律裡面 公正嘛 那每個出現紀律都四分之一 那這個題目就是 而且它有限只有四個 所以它就可以屬於 屬於古典紀律的範圍 好 所以這兩個條件是 它很重要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定義4.33 什麼叫古典紀律呢 在前面的那兩個條件之下呢 好 那麼一個事件 發生的紀律 我們可以用這樣來表示 好 它表示怎樣呢 我們把它寫下來 這個pa 怎麼寫呢 就是 ns分之na 那這個s呢 表示 樣本空間 樣本空間 的個數 那a呢 就表示 是 a就表示事件呢 的樣本點 s表示樣本空間的個數 所以你看 就古典紀律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先知道 樣本空間的個數 所以為什麼我們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在談一個排列組合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所謂的 範圍不範圍 考慮順序不考慮順序 你會做這麼複雜的討論 你做那麼多複雜討論 你的目的就是要去掌握 我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我的樣本空間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 所以我們上禮拜算嘛 你說那個 這個樂透 49張裡面 49個號碼裡面開六個號碼 它將近1400萬 你總要先算出說 我開出來的這種種類 到底有多少種類 六個號碼就當作是一個樣本點 六個號碼就一個樣本點 那我可以開出 我可以開出將近1400萬種 所以你要先掌握你有幾種 那你就可以一算 頭獎的記憶是多少 二獎的記憶是多少 三獎的記憶是多少 這個一個一個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一算說 那我中頭獎的記憶是多少 我中二獎的記憶是多少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基本上已經等於在算這個東西了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個pns 我樣本空間裡面 到底有幾個 然後我這個世界內 我發生 世界內裡面 到底有幾個樣本點 那相對一除 就是了 那如果以這一題來講的話 就是一樣嘛 各位看這一題 這裡面的樣本空間有幾個 有四個嘛 那我這個世界裡面佔幾個 佔兩個啊 四分之二 是不是四分之二 所以它換一個角度來解釋 四個裡面我佔兩個 所以我發生的記憶就是四分之二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就很容易解釋 所以我們上次有幾個例子 我丟兩個公正的骰子 一個骰子有幾面 有六面嘛 那丟兩個有幾面 三十六面 那請問 這個事件A表示出現七點 表示出現七點 兩個點數是七點 那請問這個事件A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回想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或上二個禮拜有算過 你丟兩個骰子 有幾種情形 三十六嘛 六六三十六 這幾個就三十六嘛 那兩個點加起來是七點的 有幾個 一六 二五 三四 四三 五二 還有多少 六一幾個 六個嘛 所以兩個點數是七點的 在這三十六個裡面佔幾個 佔六個 所以三十六分之六 六分之一 你馬上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這個公式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好 所以只要你有排列組的一個基本概念 你在算這一個古典精靈 其實都OK的 那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講說什麼叫公正的銅板 所謂公正銅板就是說 正面跟反面都是二分之一 那這二分之一 要怎麼解釋 這二分之一不是說我丟兩次 就會出現一個正面一個反面 不是 所謂的二分之一是說 我丟十次 我丟二十次 我丟一百次 我丟一千次 我丟一萬次 你發現到說 當你丟了越多的時候 那個正面跟反面出現的次數 會越來越接近 到最後呢 整個除下來 兩個就會逼近你二分之一 就逼近你二分之一 所謂的激勵二分之一是這樣出來的 那概念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個客觀的激勵 我們來看一下客觀的激勵 這個客觀的激勵呢 這一個又稱為所謂的相對次數的一個激勵 客觀 那為什麼會談這個客觀的激勵呢 我們現在為什麼會談這一個 我剛才講說這個銅板是公正的 那公正的話就是正面是二分之一 反面是二分之一 那我現在如果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銅板不是公正 那怎麼辦 我當初在做這個銅板的時候 也許我特別讓這一個公正 這個銅板的這一個製造過程當中 有一點某一種的 加上某一些特別的製造過程 或加上某一些特別的成分 讓它出來不是公正的 好 那我現在問你 你告訴我出現正面的激勵是多少 你告訴我公正 我當然知道就是二分之一 可是你現在告訴我這個銅板不公正 那我怎麼去猜這個正面的激勵 我沒有辦法猜 那我既然沒有辦法猜 我可以做的就是什麼 就做實驗 那這種客觀的激勵呢 又稱為相對次數 相對次數的這個激勵 也就是說 我竟然沒有辦法猜 你講公正的一個銅板 從這一個 從這個古典激勵來講 我馬上知道嗎 公正嘛 所以就二分之一嘛 兩個裡面一個二分之一 那你如果從這一個相對次角度來看 我們怎麼去算呢 我剛才講說 這個銅板不公正 那我剛才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你一做實驗嘛 你做一百次 你做一千次 你做一萬次 你發現到說 你做到一萬次 十萬次 百萬次的時候 你發現到說 出現正面 比方說你做了一萬次 你發現到說 正面的大概是接近三千次 反面接近七千次 你做一百萬次的時候 你發現到說 這個正面接近三十萬次 反面接近七十萬次 那三十萬除以一百萬 接近0.3 那就表示 出現正面的激勵 大致就是0.3 接近0.3 所以當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就用實驗 所以有沒有看到 相對次數 我做一百萬次 結果出現正面 大概是三十萬次 三十萬除以一百萬 大概就0.3 相對次數嘛 你在唸第二章的時候 在畫那個表格的時候 結果算到一個相對次數嘛 就是說 我這個占全部的比例是多少嘛 那我正面是三十萬次 全部做一百萬次 一除當然就是0.3嘛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猜出來 這個不公正的銅板 它出現正面機率是0.3 這就是一個 你唯一可以得到的 不然你怎麼辦 你怎麼去猜這個正面的機率 它已經跟你講這不公正了 所以你能夠借著實驗 借著實驗裡面 來把它的機率算出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定義4.34 定義4.34 定義4.34 那怎麼算呢 它這樣算 它的定義是這樣 這個N呢 表示呢 這個實驗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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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呢 好 N表示呢 實驗的次數 我做100萬次 我做100萬次 那NA就表示呢 在這 N次實驗當中 100萬次當中 4.A出現的次數 我剛才講說 我剛才講說這個正面 在100萬次裡面 出現30萬次 大約30萬次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30萬次除以100萬次 100萬次 就接近0.3嘛 0.3 當你這個實驗的次數再加碼 從100萬次變成1000萬 假設 當然你可以用電腦讓它去模擬 那你做到很多次 很多次的時候 這個子呢 就會把這個機率逼出來 它就會把它逼出來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就用相對次數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主觀 當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這個古典機率 古典機率沒有辦法算 相對次數 假設也沒有辦法做實驗 那我當然 我就最好用這一個主觀的機率 來 主觀機率請你畫起來 第四章第八頁 主觀機率呢 單由個人的經驗觀點 相當主觀的推算 事件發生的機率 所以這個比較主觀 我想這一個 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不會去用到這一個 在一個比較 一個正式的一個計算上 我們比較不會去用這個 但是這樣的一個主觀 有時候我們也會用到 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集的一個例子 主觀機率 所測出的機率可能因為人而異 例如在1998年NBA的冠軍賽中 兩強公牛跟劫勢對抗 那公牛的球迷可能主觀的認為 公牛能贏球的機率是80% 相對的 劫勢球迷也可能主觀的認為 公牛對贏球的機率是只有50% 那由於主觀機率的方法 過於主觀 他沒有辦法像 古典機率跟科幻機率的方式來的準確 所以我們常常有一點是在猜 你根據你個人的一些經驗 你來猜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會比較不準 好 我們談機率呢 原則上會有這三個 這三個 那我想我們比較常用到的 還是屬於這個古典機率的 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說告訴你這個樂透的計算 包括這一個 一幅橋牌裡面畫五張 會得到什麼樣的牌 很多的那種計算 基本上都是在古典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來進行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屬於 屬於這個機率測度的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會留點時間 我們在後面挑幾個題目 讓各位算一下 那後面有一些題目 我們到時候再來算 好 接下來我們看4.4 事件關係形式以公理化的這一個機率的定義 那這個部分呢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4.41 事件關係的形式 我想這個各位在國中的時候 已經都念過了 有所謂的第一個 年級 什麼叫年級呢 就是事件A發生或事件B發生 或者是兩個事件同時發生 連級 這等於做一個複習 你說看下面的圖形呢 就是那個A跟B那個灰色的那一塊 灰色的那一塊 灰色的那一塊 就是連級 好 再來看第四章第九頁 交集 交集 就是A事件跟B事件同時發生的事件 要能夠讓A跟B都同時發生了 那A跟B都同時發生了 各位看圖形 就是那個交集 那個灰色那一塊 那一塊 那一塊 那一塊呢 就會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 好 再來 第三個課會可能比較不熟悉 complement A級 什麼叫A級呢 我們說A 一個事件A的E級 就是說包含事件A以外的所有樣本點 就是說 整個樣本空間裡面把A砍掉 剩下來就是A的E級 A的E級 好 我們現在就來擠一個例子說明 擠一個例子說明 我想會比較清楚 來看一下 我丟一個公正的骰子 那A表示呢 那出現偶數點的事件 那B表示呢 這個點數要超過3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 X等到 1 2 3 4 5 6 就是公正骰子就是6點 那A是偶數 A有哪些 偶數哪些 就是2 4 6 A出現偶數 2 4 6 那B是超過3點 超過3點就是要比3點大 大以超過就是大以 所以4 5 6 那B就是4 5 6 所以我們就可以探討 兩個連擊 連擊是多少 連擊是多少 兩個連擊是多少 2 4 5 6 交集呢 交集是多少 交集是4 他們來看這個E級 E級各位比較不熟 A C 為什麼用C complement 就取那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 C complement A C呢就是 在這個樣門空間裡面 把A的地分扣掉 把A的部分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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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扣掉 剩下多少 1 3 5 所以A C等到 1 3 5 也是 同樣道理你可以算出 B C B C等到 B C就是 樣門空間裡面 把B的部分扣掉 剩下的就是B C 所以B C是多少 你把456扣掉剩下多少 1 2 3 所以B C是多少 1 2 3 complement 所以你看過這個你就很簡單 其實 這個不難 好 連擊 交集 移擊 真的沒問題 好 我們也看一下課本給我們的例子 來 各位看一下例題4.5 課本也給我們這個例子 然後假設一個實驗期 樣門空間有包括7個點 樣門點 各位看樣門空間有1到1到1 2到1 7 那A呢是1 2 1 4 1 7 B呢是1 1 2 1 5 好 要你用圖的方式把AB兩個實驗 表現出來 來 請各位看一下第10頁 請各位換到第10頁看一下 第10頁看一下 你就可以用圖形來表示 你看整個樣門空間有7個樣本點 那A的部分呢 A的部分是1 2 1 4跟17 所以你就可以把A框起來 那B的部分是多少 E1 E2還有E5 你就可以把它框起來 所以A跟B就可以框起來 好 那就可以問你的 比方說交集 交集是哪一個 告訴我 圖形交集哪一個 哪一個 E2 兩個圖形有交集 就在E2 E2點 所以A交集 B就是E2 好 再來 BC呢 來回答我 BC是多少 你不要看下面解答 BC是多少 BC就是把B的地方扣掉 剩下多少 E3 E4 E6 E7 那我問你 那AC是多少 AC是多少 AC回答我 課本沒有AC 你看 AC是多少 E1 E3 E5 E5 還有多少 E6 那就AC 好 再來 A交集 BC C A交集 BC 要看一下 BC是哪一塊 BC是右邊的四個 那A交集 BC是多少 E4跟多少 E7 很容易 好 最後一個 A連擊 B A跟B的連擊是多少 A跟B的連擊是多少 E1 E2 E4 E5 E7 B 所以這個 你只要 看過一次 你就會了 這沒什麼 好 我們再來看 例題4.6 例題4.6 假設一個實驗 投資三枚公平的硬幣 並觀察期出現正反面的情形 然後定義 請各位畫起來 A表示至少有一個正面 B表示至少有一個反面 然後要你列出這些事件的樣本點 算出它的機率 那這個也不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裡面 丟三枚公平的硬幣 三枚公平的硬幣會有幾種 丟三枚公平的硬幣會有幾種 丟三枚公平的硬幣會有幾種 每一個 每一個裡面是不是有兩個 正反嗎 那你丟三枚應該會記得 二的幾次反 三次反 會有八種 這個八種怎麼寫 來 這種題目你要這樣寫 這種題目你要這樣寫 八種嘛 對不對 那他現在問你正面反面 所以你不要亂寫 你就寫 三個正面 兩個正面 一個正面 還有沒有正面 你把它分開 那你解這個題目的時候就很簡單 三個正面就這樣 H H H 這是三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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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正面呢 H H H T H T H H H 這兩個正面 一個正面呢 H T T T H T T T H 這是兩個正面 這是一個正面 這一個正面 那最後呢 沒有正面 來 我為什麼要這樣寫 這樣寫的話你就不會搞分 那請看一板 這是三個正面 這個就是三個正面 他問你幾個正面嗎 這幾個正面 這是兩個正面 這個呢 一個正面 這邊是0 好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畫圖了 我們就很容易畫圖 來 各位看一下 A 至少有一個正面 至少有一個正面 這一個 什麼叫至少有一個正面 什麼叫至少有一個正面 一個正面 你可以說全部把環面扣掉 把環面扣掉的部分 就至少有一個正面 或是說一個正面 兩個正面 三個正面 所以A的部分是哪一塊 這一塊就是A 這一塊就是A 你就把它寫下來 那B呢 B是哪一個 B大概有什麼 至少有一個環面 至少有一個環面 哪一塊 至少有一個環面 至少有一個環面 至少有一個環面是哪一個 至少有一個環面 那就是沒有正面 不然就是一個環面 兩個環面 三個環面 那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所以一個A一個B 所以他就可以問你了 A交集B是多少 A交集B就是中間這一塊 那A交集B的基地是多少 A交集B它是講公正的銅板 公正銅板 所以裡面有八個 八種裡面 A交集B的基地是多少 佔六個 所以他如果問你A交集B 聽好 A交集B就是這六個 他問你A交集B的基地 那就是多少 八分之六 那問你A 這個A事件是什麼東西 A事件就黃色這一塊 那問你A事件的基地 八個裡面佔七個 所以B也是一樣可以算 那問你連擊 A跟B的連擊是怎樣 A跟B連擊就是全部 A跟B的連擊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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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是1 全部就是樣門空間就是1 A 所以你這個圖景 如果有辦法這樣畫 你解這個題目就很簡單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這是立體4.6 立體4.6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四章的11頁 第四章的11頁 各位看一下 當兩個世界A與B 其交集為空集合的時候 交集為空集合的時候 也就是說A交集B等於空集合 畫起來 我想這顆很熟 那又稱為兩個事件負次 先去畫起來負次 所以兩個事件負次 就表示A交集B等於空集合 兩個事件負次 那就表示A交集B等於空集合 這兩個事件不可能同時發生 他們沒有共同的東西 互刺嘛 互相排斥 所以根本沒有共同的東西 所以兩個事件不可能同時發生 那什麼情況不可能同時發生 來我們看一下 剛才的遺集就是了 來請看A版 這裡是一個樣門空間 這裡如果是A 那這一個就是AC 這裡是A 把A切掉剩下就是AC 那A跟AC交集就是空集合 這兩個沒有交集啊 沒有共同的東西 所以你就會得到 A交集AC等於空集合 A跟AC等於空集合 然後A連集AC A就等於樣門空間 這兩個的連集就是整個 這兩個的交集就是空集合 那這個有什麼作用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剛才解這個題目的技巧 全部是A嘛 全部的樣門空間是A嘛 那這兩個交集是空集合 所以等於這兩個基地相加 那我要求這個很難求 我可以E扣掉這一個 你看我剛才在解這個題目 0.665 就是E扣掉了 所以這個東西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切入我們常常用到的技巧 我要算這個很難算 那我可以用E來扣掉另外一部分 那這個東西就會得到我要了 好到這邊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有關這一個 算技力這幾個題目有沒有問題 連集交集還有遺集還有空集合 我想這個各位應該很熟 好接下來我們看第四章的十二頁 4.4公理化的記憶力定義 公理化 那這公理化的定義就是說 你這個事件基本上要符合這三個條件 各位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二頁 公理化的這個記憶力的定義 那我們看一下定義4.45 它有三個條件 三個條件 好這個是它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要求 這三個條件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做一個事件的印算的時候 你一定要符合這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呢 認了一個事件機器界零跟一之間 這剛才已經講過了 第二個呢 要門空間全部合等於一 要門空間合全部等於一 第三個呢 這計畫代表什麼 代表 你的這個事件是兩兩複次 就是說你這堆事件裡面都沒有交集 認了兩個都沒有交集 那認了兩個都沒有交集的話呢 這全部的連集呢 就是個別的機力核 全部連集的機力 就等於個別 這沒有那麼簡單喔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情形喔 這比較特殊的情形喔 它這個在講什麼呢 它這個基本上在講這樣 我畫一個圖形啦 這裡如果是A1 這裡如果是A2 兩個沒有交集啊 所以A1連集A2 就等到等於A1加上A2 因為他們沒有交集 這是兩個嘛 那三個沒有交集就三個相加 那N個沒有交集就是N個相加 那你平常碰到絕對 你平常碰到都會有交集 那有交集 如果這兩個有交集 這邊還要怎麼處理 減掉多少 兩個交集嘛 我們後面會提到 如果這裡是A1 這裡是A2 那等到 A1連結A2 會等到 你應該會啊 A1加上多少 A2 減掉多少 A1 交集 A2嘛 你以前所看到的一定是這樣 你要扣掉這一塊交集的 那它這個在講什麼 它這邊只是告訴你說 你碰到都是一個很單純的 它們之間沒有交集 這個 這機會就表示說都沒有交集 那你在算這個的時候 只要個別相加就好了 很簡單 個別相加就好了 但是你比較碰到複雜 會有交集 甚至三個四個 一堆也有交集的 那就很複雜 那個我們後面再來談 那這邊只是跟你講 你所碰到的就是兩兩 複次 它們沒有共同的交集 所以就是 連結的激勵 就等於個別的激勵盒 這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立體4.8 立體4.8 假設一個實驗 它要門空間包含了五個樣本點 它告訴你 請你畫起來 P1等於P2等於0.15 P3等於0.4 後面給你P4等於兩倍P5 然後你求兩個樣本點的激勵 那這種題目很簡單 你只要記住一個概念 全部的激勵盒等於1 全部激勵盒等於1 所以這東西怎麼算 來我們看一下 全部激勵盒等於1 所以這樣1等於P的S 這全部激勵盒等於1 光是這個概念 就可以考很多題目了 就可以考很多題目了 所以等到 等於P的E1 加上P的E2 加上P的E3 加上P的E4 加上P的E5 你可以幫我講 它有五個樣本點 好了 那就根據課本給你的條件 你把它帶進來 你把它帶進來 來我們帶進來 這等於多少 0.15 這0.15 這也是0.15 這多少 這0.4 0.15 加上 它後面再給你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P14等於2倍的P15 這等於什麼 2倍的P15 這裡是P15 好 那要問你這兩個答案是多少 那你就會算了 你現在再弄一弄 就剩下只有一個位置 這裡是0.7 3倍 所以我們得到 0.3 0.3 等於多少 3倍的P15 所以 P15 等於0.1 P15等於0.1 P15等於0.1 所以這答案等於多少 這答案等於多少 0.2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了 P15是0.5 0.1 那這個是等於兩倍 所以 P14等於多少 0.2 所以我們這個記憶子就可以算出來 這沒問題 好 同樣道理 你先不要抄 各位看一下V 這看完再一起抄 如果 P1等於3倍的P2等於0.3 其他點都相同 那一樣你把它帶進來 一樣帶進來 各位看一下課本 一樣把它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所以等於各位看第四章的三頁 有沒有看到0.3加0.1 那後面三個都一樣的 所以會得到 這一個P13等於P14等於P5等於0.2 也可以 這個其實都很簡單 你只要好好聽 看過一遍 這種題目 就會了 全部和等於1的概念 就這樣而已 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種題目的關鍵就在 全部和等於1 全部和等於1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 一些集合的運算 我們就談到這邊